比賽中了 就是說他其實這幾年 他也一直在練他的這個外籃 對 外圍的投籃 像去年播中華隊 對菲律賓的亞領賽的時候 基本上他的外圍的這個投籃 也是最後中華隊的致命傷 有人受傷 14號的Zakad 頭好像有點 不舒服 是有撞到嗎 還是 這時候如果來罐氧氣可能會好一點 因為他可能有一點暈眩 真的 其實以後來球場上真的要備備 真的要準備一些氧氣筒 現在大會單架抬上來了 沒有錯 有點暈眩的狀況 如果有點暈眩的狀況 當然有可能缺氧 也會造成這樣的情況 來看看他到底是什麼樣的情形 沒有人碰到他 對啊 看走到這邊前場突然之間 對 他突然之間就 就等於是 塌下來了 所以通常這種 第一個有可能心臟的問題 另外就是可能也有缺氧的狀況 這可能專家 這個部分 所以所有打籃球的權利來說 這都要非常的警惕 對 當然我們也會盡量去問 未來的比賽也再跟大家來 來做一個說明 不過他現在可能要先 用單架抬出去 讓他先好好的休息 因為我們剛剛從這個慢動作 畫面看得非常清楚 沒有相撞 沒有任何的衝撞 沒有人碰到他 但是突然之間他已經不太舒服 抱頭就降下來了 其實他的隊友似乎也滿了解他的 他們都比一個暈眩的那個動作 你剛剛有看到就對了 有有有 他的隊友都比一個暈眩的動作 加油打擊一下 當然我們還是幫這個 14號的阿里 Zakam Zakam 加油打擊一下 他還能夠紀念的 哦 斧山真的好用 場上抓很多籃板 抬單架的時候 他也是走第一個 那有關於Zakam 他的這個狀況 是什麼樣的情形 那我們未來也會持續了解 有機會呢 在90倍的轉播當中 再跟大家來放公